《如意传》 《如意传》的观感真是一言难见的啊 就和大家的预期设想也太不一样了吧 《如意传》开播的当晚就遭到了观众们的群潮 从女主周勋连种到演员的妆容服饰 再到全局的浮化道配色 全部都是满满的草点 不过在一片的吐槽声中 小邦也发现《如意传》还是有值得夸奖的地方 不少观众都被市中的西贵妃和皇后之间的对手戏所吸引 而在市中饰演西贵妃 也就是甄嬛的演员名叫吴之梅哦 说到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熟悉 不过说起电影《末大皇帝》中的文秀 大家肯定就有印象了 1966年出生的吴之梅出生于上海 20岁那年她阴写文秀一角 成为第一个获得的意大利奥斯卡奖 最佳女配提名的亚洲联孔 正式亮相国际影团 两年后她主演的电影整编书 得到嘎纳特等专注奖 还是是第一个得到意大利金像奖和加拿大吉尼金像奖 最佳女演员提名的亚裔女演员 29岁的吴之梅又就被选为奥斯卡终身评委 是为名副吉时的实力派演员 这一次她在《如意传》中饰演 心机很辣的太后一角 其演技也是让观众们非常认可 在《甄嬛传》中从头斗包围了皇后和甄嬛 到了《如意传》中二人依然还是剪八母章的关系 在《如意传》的开头几集剧情里 还没有身为太后的西贵妃和皇后乌拉娜拉是 两个人之间的对手戏 可以说是小巴看的这把集中最精彩的情节了 而且更让人惊喜的是 饰演庸正皇后的演员竟然是陈冲 这也同样是为实力派戏股 19岁陈冲就凭借电影《小花》 获得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 最佳女主角 她曾拿过五次台湾金马奖 更是先后掌握了国内暗数30项大奖 国际以后的名头对她来说那是妥妥的 而且更巧的是 陈冲和乌之梅两人之间颇有渊源 两人都是奥斯卡金像甲中申评委 更是在三十年前就有共合作 陈冲当初在末代皇帝 终饰演女主宛容一角 她和乌军梅两人 当初就是戏中的老对手 如今是隔多年 两位末代皇妃又在剧中相遇 而且两人之间还是对手戏 真是堪称双王战啊 两人虽已经年过半百 但是这却非常符合她们角色的设定 剧中的皇后和西贵妃气场十足 给人尊贵威严的感觉 从当初的文荣和文秀到现在的真华和宜秀 陈冲和乌之梅两位老些古身上流露出的却是不应岁月流逝而褪色的美 对比起如今娱乐圈那些小花们 小八觉得她们的美 有底气 也有力量 虽然如一传的后宫中各色美人云集 但年过半百的 她们依然是烟鸭军邦的存在 大家觉得呢 小八